基本上很感謝發展局在這方面 體察了民意 將那些工程如果是可以的 適切地不要綁綁 綁綁只是益那些大公司 幫助一些中小企 使他們多一些這方面的業務 所以在這方面我不知道 因為業界很多時候 對醫管局或者食衛方面 在這方面是否跟這個做法 就很有懷疑 因為有些案例 過往在這方面 將那些工程 其實是綁綁式地去出 當然理解在管理上容易 但是幫不了業界 也未必做到最佳的效果 第二點主席 你和我都理解到業界 現在因為各方面 包括疫情拉布等等 那個工程是很少 亦都因為疫情對資金的壓力很大 過往來說 政府在批工程的時候 給資金 即是那個付款都很慢 很多時候也都不得 在這方面是 分個階段就很疏的 變了很多時候做工程 或者顧問來說 是出著錢的 因為也都很感謝發展局 在這方面 就是很理解業界 所以在那個付款方面 就是除了在這方面 就是有那個預付款開始的時候 都是在那個付款方面 加密 就加快 另外就在那個審批那個付款的申請的時候 也都壓縮它的審批時間 但是由現在來說 話名就是四個星期 就去到一至兩個星期 那這件事 有很多業界的反映 醫管局或者食衛這方面 就是沒有跟著的 那我就想澄清這件事 會不會跟著呢 有熱界的反映 說醫管局有時候中標的公司 它還有額外要求 它們要給一些資金的保證 就是那個合約中了標的 其實我相信 這個合約裡面 一定是已經有條款 在這方面 就是令到出標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有一個足夠的保證 那這方面一定會的 我相信不會你說 在風險管理方面沒有考慮 其實是不是真的有些 我聽聞有些個案 其實它有說過某一個個案 不過我不想在今天說這個個案 它們就說有額外的要求 另外要交一些資金去保證 那我覺得這些來講 你如果做成主席 就是要財雄勢大的那些人 才可以有資格 去拿這個標 就現在這二百多億的工程 還有顧問我想包括 因為有顧問 其實是初步計劃 是會分多少個獨立的合約 會批出呢 是一個啊 四個啊 或者其他呢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可以回答我 我願意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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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再次 我願意給你 我願意給你